11月1日,CBA常规赛第八轮 广东南篮迎来了和福建南篮的对决 上一场对阵浙江南篮 广东南篮不仅输给对手送出赛季首败 赵瑞在第四节被罚下后 努骂彩派也被追加5万 罚款和停赛一场 对阵福建南篮 如果广东南篮阵容整齐 或许也就是半场球解决问题 毕竟此前福建有王哲林 也就是大抵如此 可是今天的比赛 意见连轮休 赵瑞不能上场 这也让广东南篮在场面上 没有打出压倒性的优势 首节比赛打完 领先的球队竟然是年轻的福建南篮 所幸的是广东南篮的底蕴还在 福建南篮在第二节没有抓住机会 反而在半场结束时落后9分 比赛来到第三节还剩下两分钟左右 球迷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广东球员徐杰转身的时候 先是脸被防守 球员重重打了一下 随后大腿受到撞击 接连的打击让徐杰躺在地上 久久不能起身 表情痛苦 即便是队一进场处理后 徐杰依旧无法自己行走离开赛场 最终还是在队友搀扶下 徐杰才来到场边接受治疗 受伤腿不敢黏蛋 徐杰的情况也让很多球迷担心 徐中锋这是怎么了 徐杰的伤情究竟如何 幸运的是在经过慢镜头回放之后 在碰撞中 徐杰的腿部关节并没有出现变形的情况 解受员也表示 徐杰的情况问题应该不大 他应该是大腿内侧肌肉被顶到造成的拉伤 大腿内侧受伤 随后转播镜头也给到了在场边治疗的徐杰 徐杰的大腿上绑上了厚厚的冰带 但是从徐杰的表情来看 他的伤情并无大碍 徐杰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伤情呢 或许赵锐真的应该反省了 广东南兰当下的体系是建立在三后卫上 其中两位的打法 赵锐冲动的怒骂 让徐杰在受伤前就已经打了29分钟 他是广东南兰上场时间最多的球员 受伤前他几乎没有休息 也是过度的疲劳 让徐杰出现如此惊险的一幕 徐杰受伤 胡明轩表现不佳 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赵锐的重要性 可惜的是赵锐被禁赛了 或许25岁的赵锐真的应该成熟一些 不要再任性 有时候他撒气是过瘾了 可是他的冲动太坑人 甚至可能因为蝴蝶效应会坑了队友的生涯 还是希望黑小子未来能够保持冷静 这样他生涯的上限也会得到提升 谢谢观看